各自保留自己 鄉下話無所謂的 中央就未必有需要 去限制香港人說廣東話的 但是香港有一部分人 借這件事 慢地推銷地方主義 本土主義 才令到普通話和廣東話 變成對立 不應該對話的 好回到廣東話繼續是威威和施老闆 施老闆歡迎你 是 今集也是繼續說說陳啟宗 那Ronnie就是行龍的老闆 那他就最近是對傳媒說 其實 香港繼續應該發展他金融的 這個定位但是其實同時也要 融入去整個中國和大灣區的 那所以他建議 以後官方應該是說普通話 官方和半官方 要說普通話 而不是廣東話 而廣東話什麼時候說呢 就是我們聊天的時候 訪問的時候說 但是正式的語言和半官方 應該說了普通話 其實這個是另外一些群組 有些人都反應多大 我想看看你的意見 施老闆 反應大基本上就是一些 以地方主義本土主義的理念 因為香港有一批人 他對香港的回歸是採取抗拒態度的 所以就會強調香港是不同的 香港是說廣州話的 就不應該說普通話 說了普通話就等於被大陸吞併了一樣 但是這個是從地方主導的角度去看 從一個國家的角度去看 一個國家當然除了統一文字之外 最好都有統一的官方的方言 就是統一大家用普通話 或者叫國語 就是國家指定的語言 這個是對一個國家是很重要的 因為國家裡面的人需要互相溝通 如果去到一個地方 我們鄉下附近走兩條鄉 已經是說不同的話 根本聽都聽不明白 就幸好中國有普通話 大家才可以溝通 可以溝通才有文化交流 才有經濟的合作 那你個個不相往來 沒得溝通是好事嗎 聖經也說 當時那些人講同一個語言 說連上帝也挑戰 在巴別塔爾的時候 站到天堂差不多 那上帝也才叫你們各自講各自的話 等你沒得溝通 就是說溝通是會導致一個民族的強盛 那所以只有反對派就是最 就是反對那個國家或者外來勢力 最好你們的國家裡面 你又講東他又講西 他又不停 他講的又以為你想害他 那所以我認為如果是站在中國整體的利益立場 應該是大家先要有齊一的語言作為溝通的方式 各自保留自己鄉下話沒所謂的 我相信中央政府如果不是有些地方勢力 非要搞到和中央對抗 中央就未必有需要去限制香港人講廣東話的 只不過如果你是想用講廣東話去對抗講普通話 想用講廣東話說香港是一個獨立的地區 那如果是對抗得嚴重 可能中央政府才會出一些相對的強制的手段 去壓抑講廣州話的地位 如果不是就沒有需要的 即是你回家和媽媽講廣東話 可以說廚州話也可以說山東話也可以 但是在官方就一定是講普通話 即是你在英國那你官方說的都應該是Oxford English 那你難道在DBC說那個布莫言自己鄉下話嗎 他也是講英國標準的英文的 所以不是什麼特別的事 你不要說英國本土英國以前去到殖民地 那他的殖民地他都要殖民地那些官員講英文 何況是中國自己的熟土 中國自己的熟土當然是以官方的普通話為主 這個是之前講廣州話只不過是回歸初期 不想香港人覺得太多東西變 但是香港有一部分人借這件事 慢地推銷地方主義 本土主義 才令到普通話和廣東話變成對立 就是兩樣東西不應該對話的 一個是地方的方言 一個是國家指定的溝通的語言 很清楚的 我在想如果是立法會開會 那應該是用普通話的了 你知道我們很多的官員 或者是立法會議員 他們講的普通話是沒有人不明白的 你可不可以 就是我在想如果實在是盡頭話 會是什麼 如果你去一間英國洋行打工 你說你的英文你們不明白 不明白就不要混 不明白就可以混 你去 就是以後不會講普通話 你做不到官或者官 當然不是馬上這樣做 你可以有過度時期 但是你不可以抗拒 你不可以抗拒這個趨勢 這個趨勢一定是國家遲早要做的事 就是有一些人覺得是不應該做 當然不是 你說未有條件做 現在不是馬上要求這樣做 但是方向是必然是這樣的 嗯 全英國都講標準英文的了 就是這個是講官方的地方 那你不會去了一個英國其他的城市 就他們的議會開會是講本地方言的 但是Ronnie就沒有說英文就變成不是官方 這個他沒有提醒 只不過他說普通話應該變成官方 就是語言 英文現在是官方語言 是啊 是啊 就是在香港 但是英文是官方語言呢 是一個由英國殖民地 剛剛收回的時候的一種妥協 是一個權宜的安排 不是必然的安排嘛 那我自己認為英文很有用的 全世界很多發達地區都是用英文的 那但是不代表其他國家都要指定英文做官方語言的 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是用自己的語言作為官方語言的 只不過呢 英文有用 譬如他們做外貿比較多的 或者做金融的 那他們就在做生意的時候 發展經濟的時候 經常要用英文 那些公司請人就請懂英文的人 那請到懂英文的人 人工高一點 就個個去學 但是這個個個去學 是經濟需要 工作需要 不是政治需要來的 嗯 中國政府覺得有足夠的誘因 如果要去領國民去學英文 那他不需要在自己 難道上海又把英文變成官方語言 不可能的嘛 嗯 就是上海很多就是年輕一代 受過教育的 懂英文是沒有問題的 不會反對你學英文 但是你如果變成覺得只是學英文有用 英文比中文有用 那每一個國家都不想自己的國民 覺得其他民族的語言是好過他的語言 是香港殖民地培養出來的人才有這樣的感覺 我就是說因為香港的歷史背景 和我們一向標榜國際化 如果譬如你這件事可能減少過 會不會被人說你就是one of the China cities 這樣就是你是 香港是一個中國城市 有什麼問題呢 不是 變成一個普通的城市 沒有了香港的優勢 沒有國際化的感覺 因為香港的優勢大部分都是 中國給什麼角色 香港去扮演 香港才有那個優勢而已 不是香港自己想有 有另外香港以前是 想著外國給他這個優勢 那樣優勢 現在反對派已經成功 令外國收回這些東西 那你都沒有了 那我自己覺得就 英文是有用的 很多人都會去學的 就 只是這個經濟誘因已經是足夠的了 就不需要在這個政治上 給英文有特殊地位 那些文件就說是以英文為準 那就是以前 譬如香港很多官都是 這些法官都是外國人 那現在都會 倒流一些外籍的法官 那英文是可以作為一個 大家都接受的 應用上所需的語言 這個沒有問題的 但是隨著時間改變 這些東西都不是永遠的 OK 好 多謝施老闆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